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8月18号苗栗大浦事件818裁政府的两周年 那我们今天就是希望新北市政府可以引以为戒 不要破迁居民造成更多的腐烂开发 两年今天今天是8月18号 两年前的今天支持土地正义 反对腐烂征收人民攻进了内政部 在内政部实行的占领行动 为了要把我们的土地正义彰显出来 可是我们看到过了两年 这两年以内政府有没有丝毫的反省 政府有没有丝毫的改变 没有 我们看到腐烂征收还是在各地不断的发生 从我们的麦仔园到航空城 到新竹的竹北浦域 各地大大小小的征收案一直在发生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三峡龙埔里已经被征收了四次了 第一次农业改洋厂第二次国家教育研究院第三次北大特区 第四次北大连外道路 如果包含这次麦子園三峡麦子園征收就是第五次 等于我们全龙埔里被灭里灭村了 我们在现场里面有的被征收一次两次还有第三次 目前因为麦子園都市计划要先做连外道路 因为征收有人喝容要自杀了 已经死了一个人了 当初才征收六户就有一户自杀 那请问我们三峡麦子園有 我们三峡麦子園有好几百户 那到底要牺牲多少人 政府才知道它的严重性 以前面对征收 我们总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到现在我们发现我们错了 因为征收之后根本就是徒利财团 才有政府后来那么多的弊案 巴德弊案 林口弊案 福州弊案 住宿都是弊案 甚至前新北市 甚至前新北市 副市长徐志坚 朱立伦 你的副手 你的爱将 也爆出弊案 你看这两张报纸 我们龙埔里不希望被铲平 来成就这些建商官员 荷包满满 各位看到 麦子園在这一片 一片的绿地 目前三峡市区内唯一的一块绿地 我们的人口集中是在这个区块 为什么原来的捷印线是走着这个 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的B案 为什么会变成走在没有人的地方的案子 各位 到底是官员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我们都知道捷印是在大中运速系统的一环 他是要服务我们的顾客 服务我们的人民让我们乘坐方便 结果坐在这个地方是要给谁做 我们的一群人在这边 他不做 在借寿路的沿岸 沿路上还有复兴路上面 他从这个里面呢 绕到麦子園里面以外 从这旁边上经过 最后还是出来到人多的地方 如果今天这里可以做捷印 为什么沿线不能做捷印 然后 涂乱开花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空污率 155万户 光是台北大学 现在的空污率就有三分之二 台北大学那边 可以住六万三千多人 现在才有三万六千人而已 还可以住两万七千人 那我们看到的是三峡 三峡新北市的空污率 全台第一 而三峡卖不出去的房子 是新北市第二 而新庄则是第三名 那我们看到是说 为什么新北市政府执意要在这个 新北市 特别是新北市 这个已经很多很多空污的地方呢 坚持要做这个房子都卖不掉的一个地方呢 去做这么多这么多的开发案 那我们要疑问是说 新北市政府大概在提什么 农谱里的自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终结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这种腐烂的 这种粗暴的土地征收的时代 以前政府要收哪个土地 他要收就收 也不跟你商量 也不用赔偿 或者是赔偿 根本就是虚应故事 但这个时代要终结了 新北市政府必须认知到 这个这种错误的政策 就要在这个案子停下来 第二个时代是 过去只要是灌一个交通建设的名字 我就随便你搞 不管计划好不好 不管计划对不对 只要你灌一个交通建设 没有人敢反对 这个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第三个时代是什么 第三个时代是 过去 这些错误的政策 新北市政府就自身事外 好像没有他的事情一样 我们甚至看到前一阵的台风 朱立伦就整个消失了 这个时代也要给他终结掉 怎么我们会说 麦子园是三峡最后一块的绿地 因为94%的区域内的区域都是特定农业区 并且在三年前 居民才被农委会指定为农村再生培根计划的预定点 但是最后 都市政府就突然来了 这样居民都不知所措 本来这边农村还被农委会指定 那是要非常优良的地方才会被指定的 其实 我们的诉求很简单 我们在那 没有任何这个地方 大家都在这里建造 没有任何这个地方 结果他把我们的都市 家庭 要在那边开发 要在那边开发的理由是什么 说让我们结案来 结果 我请教一下 结案说是在农村变吗 结案跟在农村变 不是 结案是要让人坐 结案是让人方便的嘛 所以既然 我们在那三个打开这个地方 过去就会在路上 由打开这里来 这地方差不多有三万人 在这里这三万人 都期待希望结案到这里走 都期待希望结案到这里走 这也有关 你有一个几个路线 现在是路线在那两条 在那间选择的时候 既然间选择什么 要开发土地啦 不是间要害人坐啦 你说这样会给你吗 我 我先对麦子元的部分做说明 然后待会捷运的部分 在林副处长这边再做说明 那麦子元它是一个新定 新定扩大的阶段 目前连新定扩大的都市计划 目前都还没有获得任何不同意 目前都还在程序当中 那新定扩大这个程序完成之后 后面才会有都市计划 甚至到开发的程序 事实上这整个案子都还在刚开始的阶段 所以呢 我想程庄局在之前的在规划阶段 也跟当地的代表们 或者是之后这边也有 基本上也获得一些讨论 但是呢 我们对于大家传言这意见呢 我们愿意用最大诚意 持续在这个程序上面 跟大家共同讨论 未来麦子元 大家应该希望他变成什么样子 来做一些讨论 那这个后面这个程序 过程里面 我相信居民都不会缺席 我们会持续的来跟居民来做讨论 那不具任何的形式 我们都愿意来跟居民来做沟通 以上 那我想 你们未进申请 拜託好不好 跟政府的官员沟通 你在那边讲什么屁话 我想我们捷运的设斩跟路线 一定是 什么刚刚议员讲的 因为服务人口最多比较密集的地方 但是因为原来 那个地方的路线 那个路幅狭小 会追逐很多很多的尸体 那现在我们设斩的位置呢 它这个前后站区大概都有900多公尺 涵盖整个这个服务范围 当然 当然这个未来设斩效益 我们一定会配合这个未来都市计划 如果说他这个人口很少的话 我们当然会存在 那你可不可以 把这个现代的设斩 来载印现在需要的人 因为未来都市计划 所以未来会不会搬天机不知道啊 我们就知道 所以我们一定会配合 所以说一定要符合需求嘛 来配未来都市计划 我们来做 好